从欧盟的角度来来讲现在因为欧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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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从他从他的实质开始的发行大概2002年到现在为止欧元对美元的汇率呢已经跌到了新低点啊甚至于甚至于呢一度出现 就是0.999对1美元那这样的一个趋势大家会认为说那代表的欧元而不只是欧元的短期现象而是整个欧盟区经济的长期的弱化是这样吗是的事实上一直到一年前就是美国还没有下台之前整个局势看起来是欧盟跟欧元崛起的大好机会没错嗯 OK因为你这一次2021年2022年美国的通货膨胀自我崩溃implode比起2008年有过之而不及而且呢因为他是通胀的通胀性的衰退所以呢他这个汇率非常的重要那美元占有60%的国际额分 下一个是谁就是欧元欧元赚20%是那你看美国最近这20年搞的天怒人怨嗯中国俄国其他的国家要去美元化 第一选择是什么都是欧元嗯所以在一年之前我还在说这个 这个如果美国能够继续做下去的话嗯这一次是欧盟崛起的最佳机会因为你只要在 美国通货膨胀明显化的时候对美元落井下石因为这个美元如果贬值的话他进口的这些东西美国有很大的贸易逆差没错你进口的时候这些东西忽然还要再加上你这个外汇汇率的变动嗯那这下就变本加厉了嗯那人家 它就会造成恐慌那等到人家抛售你这个美元从60%一下要降到10%或者至少20%就是比较合理的额分的话过去这过去这七八十年美元靠着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所占的红利就是我刚刚讲那个杠杆效应嗯通通必须要吐出来也可以还还给全世界嗯那这一下子美国就会整个 崩溃因为他没有办法整个经济的问题就完全爆发嗯没有办法再支持他的军事或者是外交上的野心 但是问题是Murko刚好退休了嗯对不对所以他反其道而行你去制裁俄国 然后冲在最前面而且呢制裁的手段是对俄国效应很差的断绝能源进口但是对自己的损失呢嗯 却是十倍于俄国的没错没错嗯嗯这样一来就反过来变成欧洲的经济眼看着要垮了嗯而且很快就会垮到今年冬天的话呃呃呃呃呃这个 这一次欧洲会经过一次比2010年还要严重的经济危机嗯 2008年2010年还要严重就是原本应该是美国去经历这一次经济危机这么严重的经济 世纪性的经济危机变成欧洲跟日本因为日本也志愿的把它的那个嗯 嗯没错他的汇率下调所以等于是这两个地区被收割了那就是收割之后呢 缓解了美国的通货膨胀 危机那详细的讨论我们没有时间但是我简单的说嗯就是原本应该是全世界合起来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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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他們什麼事都不要幹 就是不要去制裁俄國 什麼都不要幹 結果呢 他們反其道而行 把歐元這下子完蛋了 沒有人要再用你歐元 因為你當初去制裁俄國的時候 去偷牆拐騙俄國的國家資產的時候 歐洲也是搶在美國的前面嘛 那誰還敢信任你的銀行 誰還敢把資產放在你那裡 現在眼看著關鍵的點 現在唯一不確定的一點 不是會有替代美元跟歐元的貨幣 就是一定是金磚國家組織 會要推出他們新的合成貨幣 這個其實是戰士一開始 第二個禮拜我就寫了文章 說一定是這是正確的道路 唯一的不確定的地方就在於 沙烏地阿拉伯會不會加入 他現在已經提出申請了 已經在討論了 但是呢 問題在於 第一個加入的是誰呢 是伊朗 那現在沙烏地阿拉伯 會不會跟著 最討厭的國家就是伊朗 但是你又不能讓伊朗進去 為什麼 伊朗的重要性 在於他是俄國從西面 會縮回來 向東向南 他向東當然就是對中國 向南是對印度 俄國到印度的話 最好的交通線 是從俄國到伊朗 然後再到印度 這一條呢 他們在兩個禮拜前 公佈了叫做所謂的北南交通線 沒錯 而且呢 在宣布北南交通線的前一天 他們宣布要接受讓 伊朗進入金川國家 你說這是不是一個很巧的事情 OK 伊朗同意這個北南交通線 就是伊朗雖然跟俄國 沒有直接接壤 但是他們同樣是離海的國家 所以那個交通線可以 還有那個油氣管道 都可以直接經過離海 不經過其他的國家 直接從俄國到伊朗 從伊朗再走波斯灣到印度 所以 因為俄國的戰略需要 所以你必須要讓伊朗 第一個吃螃蟹進金川國家 那這下一來我就有點擔心 沙烏地阿拉伯願不願意 就是要看 我認為大機率他還是會進去的 就是因為事實上中國也建立了一個很好的名聲 就是雖然中國在過去的二三十年 在外交上基本上是很消極很保守 但是他有好處是他建立了一個 我只做生意我不干涉你們 沒錯沒錯 這個對第三世界國家來講真是太好了 對這個跟美國是一個很大的對照 所以這是中國現在搞這些東西 參與這些事情的一個 一個很正面的資產 就是每個人就管好自己家裡面的事情 但是在彼此之間在互動合作上面 我們仍然可以展開